我說我有收這四千萬 我退出政壇 忘了嗎 要繼續黑韓國瑜嗎 高雄市長韓國瑜 已被問到有沒有收 武敦義四千萬 他氣炸了 我收了這筆錢 我退出政壇 今天我再說一遍 我退出政壇 聽清楚了嗎 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掛保證 韓國瑜強調 競選經費絕對清清白白 而檢察院公布的 六都首長政治獻金 韓國瑜總收入為一億兩千九百二十八萬元 六都中排第二 只比新北市長侯友宜少了約一千萬元 卻是唯一有結餘的候選人 不過檢察院一公布政治現金資料 韓國瑜立刻又成為綠營攻擊的目標 盡可能抹黑韓國瑜 抹得越爽越好 而且抹韓國瑜名利雙收 我們競選總部 大家來捐獻 說我拿錢去買面膜跟高粱酒 我們會做這種事情嗎 沒有做 通批對手抹黑 讓他不滿的 還有被議員爆料 在巴黎島打麻將的照片 懷疑是情治單位跟蹤他 是有朋友提醒我 我才驚覺 這不是一般手機造的 當然 朋友就說 這是不是有人在跟蹤 是不是怎麼樣 所以我 我當然希望不要這樣 國家機器 國家的資源不要這樣濫用 一路這樣盯著 高雄市市長 目的何在 外界的質疑 韓國瑜親自上火線澄清 不讓各種質疑聲浪延燒 影響到2020選情 黃日新聞林維凱 陳欣燕 伊地亭 高雄報導 黑細節 黑細節 G發電話 車子 瀝